學權這種事本來就是大家平時要去關心的事 那我們為了喚起高一學生的一些意識 所以我們去年有出了這本專刊叫米 那裡面就有提到很多議題 就是我們近幾年處理的學權議題 也有同學就是可能因為書院啊 或是停車場的事件 那比較知名的就是高一的董事會 那我們也有講到他的一些比較不好看的事情 那像這裡就是有提到董事會為什麼要公開民主啊 然後有撰寫一些文章 想要喚起學生對權益的意識 那讓同學能夠就是更了解 然後更為自己發聲 就是不要默默的接受一些不公不義的事